大家好 我是Ben 欢迎来到我们本周的美洲聊车 我才是Ben啦 对不起 你再重新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Ben 欢迎来到我们SuperMotoA的本周聊车 诶 是美洲聊车 美洲聊车 都可以啦 好 大家看我们今天的打扮就知道 今天我们要试的车 绝对不是那种要标准那种俗套的东西 我们是试的车就跟我们试的Monkey一样 非常帅气的 什么车 备不出来 没有没有 我有SuperCup 然后呢 125 什么什么125啊 SuperCup125啊 C125啦 究竟这台车有哪些重点 我们先来看官方的一些重要的介绍吧 开始 要让载车广泛的被使用 所以在造就出这样的人气集中 在60年中已经生产超过1亿台的台数 全车比较重的零件做成一个纵向的串点 引擎握势的方式 它的重心很低 C125是从现行版的SuperCup C110做一些修改而来 握把也好 座椅也好 脚踏板 甚至引擎的内部又加了一些橡胶的剪针块 去让整体换挡的感觉或是骑程震动感更少 在前轮不能采用的叠煞并且配备的ABS 配备上面也采用了KIDIS的设计 哇塞 一亿台 你能想像一辆车的车款 就可以卖一亿台 太恐怖了 总共全世界才多少人而已 2亿人吧 对不对 2730 屁啦 乱讲 两个没读书的 它从1958年开始销售到资金 总共62年的历史 等于是你的年纪的几倍 10倍 没有吧 跟你差不多 5倍啦 5倍 当时其实HONDA就是想要利用这台车来打遍全天下 在日本可能还算是有点知名度 但是在全球销售市场可能还是算是一个初期的阶段 他们就制造了非常简单利于使用的车款 所以我们通常我们常常对于这台车都会有一些印象 甚至在漫画里面 我说说看 你常常在看漫画 有啊 有 什么桥段 它就是有一个漫画是女学生他买的 你自己讲的梗 你是要配出土喔 好啊 我找给你看 天气之子 它就是骑这台 你不要骗我 我不是阿仔喔 我跟你讲 你这卡罗太少 这很难聊欸 我还有哭喔 是不是算常好哭的 蛮感人的 大家记得去看一下 因为这台车打入了全世界市场 它总共销售了到至今 它总共销售160个国家 是不是很惊人 好多喔 全世界总共几个国家 两个人都没读书 当时当然是为了名声还有大家使用普遍度为考量 但是沿自62年到今日 他们其实今天就走着一个方bike的路线 就很像是我们以前穿Nike球鞋 9等9代啊 9等10代 那个时候 好老 我不知道 这一次的全新的Super Cup 骑的就是一个 气质 康掌 现在讲到它的外观好了 外观呢 其实它就是传承了当时第一代 C125的完整的风格 其实你可以看到他们这一次呢 虽然它保有那样子的风格之外 它还外加了许多电子的配备 比如说它前面LED的大灯 车尾LED的大灯 方向灯也是LED的大灯 所以它整辆车全部都是LED的大灯 好 换你讲讲 你觉得这辆车的感觉 我刚刚以为你要讲它的龙头是海欧造型的把手 这也是啦 这留给你讲啊 这个就很经典啊 你远远看到一台车就是 唯独应该说在市面上唯独有海欧造型的把手 大概就是它了吧 也没有很多档车看起来都是海欧造型 真的假的 因为它之前是说要想要 利于让人日常使用嘛 所以它在这个车架的部分它也做一个S型的 你可以在这里看到这里是一个凹槽 让人家就是要跨座的时候比较好上去 对 简单来讲就是弯梁设计啦 因为以前早期可能那种车架都会是直接贯穿 也或者是中间是油箱 在当时还没有那种树壳的概念 搬裙子也很好上下喔 那个时候到现在延伸至今 就变成它的其中一个特色 再来除此之外呢 你也不用担心这个雨天的时候会喷溅 所以它前面设置了一个这个要怎么讲 西装 对 有点像西装外套的感觉 同时他们这次有强调一点 它的龙头跟它的西装是分离的喔 当时的路面铺的可能没有那么漂亮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泥沙还有喷水的情况 有这个西装就是脏东西全部都挡掉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严格说起来 它也能算是一个早期素可达的浅神 而且我跟你讲 它这个西装其实它有一个保护的功能 什么功能 就是因为我之前 当时单是不是 不是 因为我之前 二战时代 听我讲 因为我之前我第一台车是跟它外型很像 然后也有这个西装 我被人家撞到 然后我就去卡在那个 我就去就是我就失控了 然后去卡在人家树上 然后是这个西装的那个面板 救了你是不是 对 不然我的膝盖就你知道 烂掉了 对啊 所以其实这个是蛮有用的 而且重点是我那时候撞上去的时候 我卡在上面的时候这个还没有坏掉 哇 超强 等一下你这样是帮别家赤路的 但是我在讲西装的故事 OK 好那这一段剪掉 讲完西装之后 其实有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你看一下它的头 你要讲车灯是跟这个连在一起的吗 对啊 而且我超爱这个的 我个人是比较习惯就是 我要转到哪 然后灯是照到哪 因为这样我的视觉会比较清楚 外面的那种一般束口袋 它很少是那种车灯会跟着你龙头转向 所以我个人是还蛮喜欢它这个车本 也因为这样的设计其实它的西装就更靠近骑士本身 所以更有保护的特性在 同时它的龙头因为这样的设计的关系 我觉得当然它有一些基建上面的考量 但我个人觉得它产生出来的感觉 会让人家觉得有点特殊的味道 不同的风味 好 再来讲讲它的车身跟车尾 你觉得怎么样 车身 其实我觉得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 会觉得它的车身有点过长 而且因为它这个车身是比较窄 所以就是它的那个长度会让它觉得 比例好像稍微有点怪怪 但是骑上去之后 因为那个人跟车的比例 就会让你跟这台车整体的感觉 就会让人觉得很有趣 那你觉得这个座高 你跨的座高 我完全可以 像我身高154公分 我其实是有点像微微踮脚的 但是因为它的车身很轻 所以我停等红绿灯的时候 并不会有任何的负担压力 对 而且它这次其实有个特点 虽然它的椅垫很厚 但是它们设计师还是有针对这椅垫做一些优化 它把两侧的大腿的地方 因为我知道你的腿比到大腿的地方 讲话小心一点 上千万个观众都在看 管中是三东人 有900个粉丝会打你 我才是三东人 很多人其实身高不高 再加上其实真的腿要被掰开的感觉很不舒服 它椅垫这边就做了一个内销的造型 不管是身高高或身高低的人 你在乘坐这台车的时候 你会觉得双脚踏地的感觉比较舒服 再来其实你可以看一下它车尾的部分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LED尾灯 车架 除此之外 我这边公布了 其实这次他们的设计师应该说 当时到现在的设计师对于这台车都非常讲究 除了他们这一次所引进的 也不是说引进 他们海外贩售是单做版本 这也是他们设计师非常坚持 因为他要呈现当时的一个玩味 所以保持单做的造型 我就说车架 除此之外 他的后面的土厨 其实你可以注意看 他后面土厨的造型做得非常的细 非常的薄 然后非常的 他后面那个微微的翘起来 翘起来的感觉 因为他们要保有翘起来的造型 还有轻薄的一个车尾的感觉 所以他们后面的那个土厨 用金属去做 你嚼嚼看看 为什么他会这样考量 因为如果他们今天是用塑料 来造这个土厨的话 可能会因为安全上面的考量 让这个塑料加的很厚 那也因为这样他的造型 可能会没法做得这么俐落 招金 后面排气管你刚刚提到的 排气管他也拉了一个很复古的 有点像鱼雷的水平的管 但他整体的复古 因为也是传达当时的那种感觉 而且这个排气管上面 还有印Honda的字样 好看 那不是重点 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 就是他这颗仪表 因为他这颗仪表 传达到过去的经典 同时又保有了新现代的科技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外围是传统的指针仪表 中间是数位仪表 对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 他外围其实他印的字样 还有点复古的感觉 对 那中间则是完整的 可以传达一些车辆使用的质学 而且他有显示档位 我觉得这也很好 上次我们试过Monkey 其实Monkey你近看跟远看 你都会发现其实它是非常精致的 那你觉得这台车吗 这台车我觉得它也很精致 对 因为它除了有一些金属的度隔之外 它还有这些车的名牌 都是金属印制的 对 旁边这个是复古的汉达翅膀 对 所以其实这两辆车都是现代的玩味车款 就是让你虽然比如说早期 我们自己那个年纪的时候买不起这些车 进口的Monkey或者是Super Car 但是今天我们有点年纪 然后有点钱 我们会真的想要收藏这样子的车款 只有你有年纪 外观已经看完了 其实它还是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 首先你觉得最厉害的 我觉得最厉害的是 等一下 只有钥匙 是这个 这就是Keylis 很多高级车款才会有这样的配备 有这样配备之后你就很轻松了 因为上车你根本不用带钥匙 对 你也不用在那边插钥匙 应该说要带钥匙 要带钥匙 但是因为女生的东西很多 所以你只要就是固定把你的钥匙 放在包包的某个角落 你只要靠近它 然后按下它旁边侧边这个 很像那个瓦斯爐 对瓦斯爐开关之后 对 然后就可以煮饭咯 我们知道它过去是钢匙版本 但是它这边是配的是一个铝圈 那铝圈其实在高速 它整体的稳定度 表现会比起钢匙框来得更加优异 同时它也不需要有内胎 所以比较简单 轮胎的宽度其实很窄 也因为这样的设计 其实它在市区上穿梭 骑起起来会非常的轻 放 对 还有它前后的避震器 也因为 因应道路上使用更加的舒适 所以它的行程上面也增加了 增加了之后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长行程 因为长行程其实在你克服一些颠簸的路面 也或者是你在骑山路的时候 你会觉得车辆更加轻盈 更加的舒适 哦 所以你要带它去Offroad吗 没有啊 椅垫侧边下面有一个按钮 挂安全帽啊 或者是加油都在这个地方 那或许有些人会觉得 这样会不会有点不方便 但是我跟你讲 你不懂这种玩老车的人的心态 浪漫 像我自己的TU250 它就是没有油表 你知道我每次骑到没有油的时候 那是多么帅气 被媒体耽误的顾路达人 另外有一个它的引擎的部分 我觉得非常必须要介绍 因为其实上次我才骑了这个MSX 骑了一桶油挑战到建湖山 那我告诉你 那个时候MSX它的平均油耗是60几 但是我跟你讲这次这一台更狂 因为太狂了所以我记不得数据我看一下 70几 76 一公升可以跑到76.8 所以我真的非常建议 如果你今天要是外送的人员 你要省钱 你就买这个supercar就肯定 Uber E啦 然后Food Panda可以来团购 太疯狂了 所以这颗引擎其实从过去MSX 到Monkey到今天的CE25 其实他们都采用一颗同样的单缸引擎 那整体来说 我觉得它整体的运转的细腻度 还有它的稳定度 还有它的耐久度 其实都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准 而且我们今天在简报的时候 那个Honda的人还跟我们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样品车的时候他们进了两台 然后他们那时候还不知道这台车需要机油 所以他们就是那两台进了以后 就给客人就是试程 然后好像试程了十几公里吗 七十几公里 七十几公里 然后他们才发现 他们居然没有加机油 但是这台车那两台车还好好的活着 你们就可以知道这台车代表有多神多厉害 其实是非常疯狂的 讲那么多他骑起来什么样的感觉 胖胖 不能光讲胖胖啊 像我身高没有很高 但是他骑起起来的感觉并不让你觉得很负担 而且重点是 我觉得他的进退档其实还蛮好踩 尤其对我们这种腿短的人 还蛮多170公分以上的朋友都跟我说 他们退档其实不好踩 他们要用脚尖去往后移然后踩他 但是像我们那种腿短的 160公分以下 我们可以直接用后脚跟退档 在这边还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搭档形式 因为其实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他的搭档很特别 因为他是采用一个自动变速的搭档机构 你可以看到他这边没有离合器拉杆 他不是搭载DCT系统 对啊他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机构 如果你有骑过金万 或者是你早期有买过旧的supercar的话 你可能会了解 他是不需要拉离合器 你只要踩的同时 他就自动帮你触发离合的这个动作 那在原地怠速的状态下 他是采用循环挡的模式 哦对对对 就是你怎么踩就是1234空 1234空 两个空空 接你发动的状态下 他则是1234没有 对1234卡住 然后再4321空 如果你是用传统的打档车 你来看这台车的话 他是反打 他是竞赛热鞋的反打 你知道我刚骑出去的时候 想说哇这是我的10R 一直踩一直踩 进挡进挡进挡 一开始接触这台车的人 可能要稍微习惯一下 不然你常常会在一些紧急的状态下 你会想说我现在要勾还是要踩 没有 我跟我们一开始接触他的人 我们就可以很了解知道 就是前进就是上楼 上楼就是要往前跨 所以往前跨你就是脚往前踩 就是这样进 那你这样骑打档车不就差赛 我不会骑啊 汉达他们的车就是很线性很温柔 很多女生他不喜欢挡车的原因是因为 进挡的时候他会有一个顿挫感 但是我觉得今天这台车他并不会 挡车多少都会有 但是他的那个顿挫感 并不会让他觉得说不输 该是说这种车款 其实他都很容易在你操作不当的时候 会有保存的感觉 但是呢 汉达他想办法在这样的机构底下 创造出最好的驾驭感受 像我刚刚这样的骑 虽然他还是会在踩跟退的 挡的这个期间会觉得稍微有点顿挫 因为他没办法办离合嘛 肯定会有这个问题 但是呢他我可以感受到 他把整个变速箱修得非常细腻 非常的顺畅 所以在我稍微习惯之下 一下子之后我就觉得其实 他整体来说还是非常好奇 另外有个重点就是 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一挡 你起步会顿挫不开心 我告诉你就用三挡 三挡可以起步吗 后来我懒得起我通通用三挡起 你那么重欸 一样啊 是吗 你三挡之后你直接油门开到底 他就慢慢噜噜噜噜噜噜 就开始加速起来了 一样可以骑 所以其实当时刚刚我骑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辆车真的是一辆国民车 它让你怎么样的情势 你都可以轻松的驾驭它 今天简报的时候 那个Honda有跟我们说 这台车的那个买的男女比是男八女 对不对 但我觉得其实这台车是真的很适合女生骑的 因为除了像我们刚才讲的 它的那个动力是很线性的 你说椅垫那部分大腿那部分吗 对大腿部分大概可以加个十分吧 然后呢重点说我觉得这台车它真的很轻 就如果你们有上网爬 我知道可能有些人会说 我们这台车很多金属的部件会很重 但其实因为它的那个重量分配比是做得很好的 不会让你觉得说很难去过弯 或者是钻车缝啊什么的 因为它前后配17寸的轮框 所以其实呢我刚刚在一般道路上面骑程 我觉得它的轮胎尺寸造就出很好的指向型 所以其实驾驭你会显得非常的轻易 另外呢他们刚才简报有讲到 他们的重心是非常的垂直在椅垫上面 因为它的引擎的位置就在你的屁股底下 所以导致其实你的重心很集中的情况下呢 你在压弯或者在移动车子的时候 你都觉得格外的轻巧 另外呢我觉得个人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的 就是我很讨厌那种车子的椅垫很低 因为有时候你在进出车子的时候 你会觉得好像进去的时候要坐下去很深 然后你出来爬出来很累 就是像是那种跑车那样等级 那它这辆车呢骑起来就有点像是SUV 汽车的SUV一样 坐高非常高 视野也非常高 那你上车你看它的移电位置 就大概在我的屁股在下面一点点 所以你在上下车你的感觉就是非常舒服 而且对我身高高的人来骑 我觉得它腿部的摆放 很像是那种韦式牌的感情 很舒服 虽然它的手的手把高度比较低 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 以我身高来骑我觉得整体说是非常舒服 刚才Ben讲了一堆很多就是 冠冕堂皇的话 专业的冠冕堂皇的话我要跟大家讲就是比较掏心掏肺的 我自己个人的观点 就是我觉得这台车啊很适合三种女生骑 一种是有钱的女生 一种是有读书的女生 另外一种是有气质的女生 为什么 像韦式牌我们第一个直觉想到骑的就是奥带伊赫本 那骑这台车它的气质跟韦式牌一样 就是你并不会看到那种很奇奇怪怪的女生骑这台车 都是文青啊 不然就是装扮很有自己风格和想法的那种女生会骑这台车 另外呢其实这台车的人啊就是你去上网擦他们的那种追焦照 他并不像那个跑车啊就是那种裤子转到这啊 然后衣服转到这啊 然后胸口领子是滴到这的那种 就是那种就是没有钱买衣服的 不好吗 好吗 是很好欸 有读书女生没有例子啊 骑真姐 你怎么知道她有读书她是音乐人 她台正大的欸 人家骑的是Monty 而且你知道我刚刚在骑车的时候 就我们刚才从简报的那个会场出来 然后就不小心撇到那个就是店面门口那个玻璃倒影 我有参加喔喔齐尊 就说是Monty啦 就是你知道我看到自己倒影 我才以为我自己是你知道 原来你酝酿那么久就是为了讲这一套 售价是多少钱 15万8千元 好他的售价15万8千元 老实说啦这个价位并不算便宜 但是呢 他的锁定族群就是像我们这种 有格调有经济基础的人 对啊其实说真的我也不希望他满街跑 对啊 所以呢 以我过去错过这样子玩味的车 我现在说真的还蛮想要入手一台 下订单 辣着说话不善话的男人 这次呢总共他们引进了有三种车色 红色灰色跟蓝色 你个人最喜欢什么颜色 我个人比较喜欢蓝色 不不不灰色 对不起有色嘛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灰色 因为他那个灰色是水泥灰 其实水泥灰在近几年算蛮流行的一个颜色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而且水泥灰我觉得他比较有复古的味道 好那如果你喜欢这辆车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实际上车一下 然后实际试诚一下 那以上就是针对我们这次的Supercar CEO 所的一个介绍啦 讲讲 要为结尾吗 好啊 以上就是本周的聊车 那我们下次见咯再见 什么本周的聊车 不然咧 聊新闻 对本周聊车 对啊 好 以上就是Supermoto 8的每周聊车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好啊 就这样